大家好,我是翼,歡迎大家回到來 今天就為大家玩一隻新的手機遊戲 這隻就叫做義氣3D 你覺不覺它的畫面飛成3D 我不說這些,這隻太難了 這隻就為大家介紹這隻新的義氣3D 大家進來就看到這個畫面其實都不錯 所以叫做3D都應該是OK的 還有這個珍寶角掌櫃,應該是用來買東西 我們今天先不買東西 但我們今天就和大家看看這隻遊戲中有什麼玩 這就是官方給我一個帳號 所以看到我們有非常多元寶 那麼多元寶,我們當然要抽一下東西 我們首先抽一個英雄,看看我們會抽到什麼 10年抽 看看我們有沒有這麼不幸 有一個四星的李淵 時勢做英雄 還有還有寵物,可以跟900元寶 看看我們會不會抽到寵物 有喔,跳跳虎嗎? 真是特事 彈一下彈一下彈一下 不過不是,這隻肯定是中國風的東西 按進來這個寵物介面後 今天就看到了 跟著這隻新回來的跳跳虎 這隻的靈獸 按守護 然後他就會跟我們旁邊 看到這隻非常有趣的跳跳虎 哈哈哈哈 不如跟著這隻跳虎 跟大家進去,打一下這些關卡 我們就進去這裏 迷犯這隻遊戲這麼力練時都蠻棒的 自己走過去,不是開過界面給他,然後TP進去 他真的要你親身走過去的力練 好像正好多了 好,我們就看看 我們就進入地圖了 看看,我們就打到第五張 這個明揚天下 不如我們簡單一點,跟大家打第一關 這個余歐計 看看那個招式會是怎樣 好,我們進入來了 因為我們這隻角色都不差的關係 我猜我們就可以用普通攻擊給大家看 好,我跟你們說,還有這隻 糟了,這隻死了 這個只是普通攻擊,你看到畫面已經非常正 但我們也可以用這個,衝過去 然後我們又這樣再來 接著我們再來多關 三角形斬,再加上星形 非常好 還有第四招,我們來 嘩,忍者 每招都有不同的分別 CD越來的,肯定是越形 我們再來第三招 嘩,基本上一下子已經打死了 再來多試第四招 哈哈 這個就是大致上我們的戰鬥系統 如果大家用梁浩這個英雄來做的 會有這麼正的戰鬥畫面出來 不過除了普通關卡之外 亦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不過在打活動之前 我們就先看看我們的英雄 我剛才忘記跟大家說 我們就只說梁浩是我們的主將隊長 我們都未跟大家看過這些 他有一把非常有型的劍 這把劍 就叫做,我們先看看 雷亭 雷亭這把劍 亦可以幫他強化一下 斷造一下普通RPG遊戲 都會有的東西 這個洗劍可以幫我們洗一些隨機的屬性 我們只需要放這些珠 就可以看到洗劍的攻擊可以加多少 除了洗劍之外 亦都有些經脈 即是要打任毒四脈 咚咚咚咚咚咚 為之四脈 不是 我們有任脈和毒脈 我們就來看看這裡可以怎樣開 基本上要打這些外單 內單 稍後會跟大家說怎樣做到的 我們就拿20個外單和20個金幣 可以開到這些不同的毒脈、任脈、任脈、任脈 我們怎樣打開這些毒脈、任脈、任脈、任脈 很簡單 現在我們就跟大家看看這個活動 這個世界Boss 在那裏就可以拿到不同的獎勵 8點我們就可以打打打 這個世界Boss 就是一隻怪獸 你就聽到他的聲音 啊啊啊啊啊 這個就是我們要打的世界Boss 我們先看看 8點內這個時間 有兩隻Boss 第一隻就是窮奇 第二隻就是奇倫獸 這兩隻有什麼分別呢 奇倫獸 比較難度高一點 以及 獎勵也會高一點 但是我們今天就未有這麼勁勁 我們就先打著窮奇 我們現在在這個規則就看到 這個窮奇和奇倫獸的排名獎勵 就是用傷害來計分 你排名越高 就是傷害越高 你就會獲得越多的獎勵 我記得參與獎勵也有 盜握丹 武魂等等的東西 都會送給你 所以現在你不用怕 你參與了沒有傷害也好 你是獲不到獎勵 你只要有參與 就算怎樣也好 他都會給你參與獎勵 我們就一起進去 看看窮奇會發生什麼事 用著這個陣容 用回原本 用這個這麼帥的良好 霉霉霉霉 就進去打這個獎勵 這隻窮奇應該比較難打 我們就要避免他 因為這個攻略就說 我們要小心避免他的攻擊 然後適時攻擊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不小心被窮奇打中了一下 然後他就扣了我們一半血 我們先小心一點 我們再開技 應該沒事了 再來再來 再繼續 應該沒事吧 等一下 好像攻擊 還是差一點 不行 但不要緊 大家可以看到 等一會就可以復活 或者我們可以用多一點的元寶 如果大家有的話 也可以立刻復活 基本上 被人打死了很不怕 即是他避不開 就這樣埋去打他的時候 不只要被他打中 你都可以很快復活 還有幾分鐘 那個世界BOSS就會完結 不過我們暫時不進去 因為我們都打了一段時間 他的排名都不錯 看看我們會掉下來 如果不掉的話 基本上我們8點半就會知道結果是什麼 以及會派到獎勵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其他的活動 因為這裡還有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經濟場 更多活動等等 非常多的按鈕可以讓他玩到不同的活動 我們就看看 我們這次當然選擇王者試煉 沒錯 我們又走過去了 的關卡 這個遠古礦物和帝王寶藏 這兩個都不是今天開放的 今天就是星期三 就有戰神遺跡 他就限定女性的英雄 我們就進入戰神遺跡 應該這個難度2對我們來說都比較容易 不會太過難 也都打得死他 我們剛才就用良好破關 但今次 你都見到其他女性的英雄 也都非常正的 因為特別這個戰神遺跡 就只可以讓女性的英雄進入 這些地方可以拿到不同的道具 亦都可以拿到不同的裝備 進入之後 打完戰神遺跡 就可以完成這個關卡 拿到我們所想要的東西 咬點 我都說 這個很簡單 雖然我們真的要打難度2 我們應該 這個技術是要打難度3 剛才跟大家講完 講完道具 我們的裝備亦都不差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甲等等 亦都可以非常正的強化 但亦都有斷造這部份 如果大家想在洗練屬性 有多少屬性可以讓大家嘗試提升 亦都可以去斷造這部份 競技這部份 入去奪本這個位置 奪本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道具 譬如一些斷造的道具 洗練的道具 以及一些經脈的道具 都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那些內單 毒癡等等 亦都可以在這裏 我們就要奪取不同的碎片 我們才可以拿到這些單 我不知道為何突然說起碎片 全部的聲音都碎了 你就要搶別人的那些 譬如我們看到有不同的人 無雙Ona等等 你就可以按奪取 然後我們就可以嘗試把東西拿回來 再奪取 我不相信拿不到你 行了行了 這個肉水碎片 還有這些可以拿回來 就可以合到這個肉水 可以讓我們洗練 我們剛才給大家看到的道具 OK 我們就已經講講一下 已經打到8點半了 我們就可以看看 世界BOSS的獎項是什麼 排名第一名 我們拿到很多的倒壓單 我們剛才想搶那些碎片回來 其實應該都好像不用了 現在就可以跟上這兩個世界BOSS的獎項了 剛才我剛才騙了一下的麒麟獸 但好像我們都拿到第一了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這個排行榜 我排第幾個 因為我記得 都好像不差 但為什麼第四個字有個CASE的東西 我都不知道 我們看看我們第幾個字 沒有記錯 我好像剛才看到的 這個第十九 我們這個排行榜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可以看到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 競技場 團隊等級 寵物戰力 英雄戰力 基本上你想要哪些東西的排行榜 都會找到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排行榜佔一席位的話 記得努力點去玩這遊戲 不過說過努力點去玩這遊戲 我們在最後 還有一件事可以幫助你們 如果大家記住這個最號 就會對五星的英雄 叫做韓凌鋒 聽名字好像挺正 可以怎樣換 只需要按這個樂響好禮 精彩活動旁邊 就會走過去 然後按好禮兌換 就可以進入這個兌換碼 就可以拿到這個英雄 最後就是這個 我們按對換獎勵 就可以在禮物包 看到我們所想要的東西 看看這個 就是 飛子正的韓凌鋒英雄 5星 我們剛才抽到4星 如果大家想要一個五星英雄的話 記得去 copy 這個兌換碼 就可以拿到這個英雄 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就來和大家玩這隻的2系3D 玩到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有如果大家有玩的話 記得拿回這個虛寶 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回來 再來和大家玩玩其他手機遊戲 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